EOS RP呢 我们之前也讲过是使用6D2一样的 2600万像素的CMOS 所以很多人就会担心呢 它是不是这个动态范围就会像6D2一样 那EOS RP的话 它使用的是跟5D4一样的CMOS 所以其实动态范围还好 虽然说跟同级别的其他的全后浮相机 比的话动态范围会差 差的比较多一些 但是已经要比6D2好了 那6D2呢 我之前也出过几期节目 就专门去试了一下它的这个动态范围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很明显确实是如传说中一样 动态范围比较差 甚至我还非常作死的 去拿了6D2这样动态范围非常差的 相机去拍这种室内房产 对动态范围要求很高的拍摄题材 其实通过一些包围曝光 后期合成 也能一部分的去规避 这样的动态范围比较差的情况 那么EOS RP的话 因为现在它刚刚发布嘛 我也没有办法解它的RAW 但是你用屁股去想的话 都知道它肯定是跟6D2一样的动态范围了 所以呢 我只能这么说啊 就是如果是一般用的话 如果曝光正常的话 其实这个动态范围对你影响不大 你像我之前出去拍人像什么的 其实如果你不去很严重的去拉那种阴影啊 拉曝光啊 这个动态范围差的问题 其实体现不出来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对画质要求比较高 或者是想要后期 有比较大的调整空间的话 这个动态范围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呢 就是看各位怎么选 那我个人觉得的话 就是拿他平时拍拍照片 作为一个家用 或者是给自己女朋友 或者是家人拍拍照片 其实对于这个价位来说 和这个价位所面向的用户群来说 他们很可能根本就不后期 所以呢 就算你RAW的动态范围很差 其实也不算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当然你作为一个全画幅的相机呢 肯定是会有人感兴趣说 他跟比如说A73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全画幅相机 这个画质做比较满的 我也是专门为了满足这些人的好奇心呢 做过一个比较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那两台相机呢 我都是使用完全相同焦段的镜头拍摄的 虽然说镜头跟镜头之间有画质的差异 但是呢 我把光圈都收到了F4 那在这个光圈下呢 基本上这个解析力都是非常好的 大家可以通过照片上方这个曝光参数 可以看到两台相机是使用完全相同的设置 在DSO的情况下呢 他们的表现 不管是解析力还是噪点水平都差不多 毕竟两台相机都是全画幅嘛 在高ISO的情况下呢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ESRP在解析力方面会比较差 可能会有的人怀疑 但是跑焦啊 首先USRP的双核对焦系统呢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跑焦的 第二是呢 因为都使用F4的光圈 所以说那景深都会比较深 就算跑一点点的话 其实也看不出来 然后是呢 我每个测试的照片我都拍了三组 所以我后期的时候会选择一组最清晰的 但实际上我后期选的时候会发现 这个焦点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因为EOSRP 它可能是因为降噪算法的问题 或者是因为它SIMOS的低通滤镜比较大 所以说在高ISO的情况下呢 就会比AT3的解析力差很多 不过这样的画质表现呢 其实是比较典型的佳能的画质 在解析力上的话 佳能的相机一直是不如其他相机成生 然后是跟APS-C画FDAHM50比了一下 那在低感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两个相机的解析力都差不多 然后在高ISO情况下呢 可以看得出来呢 因为两台相机都是佳能的嘛 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 它们的两个解析力的表现都是非常相似的 就锐度不是很高 但是因为M50是APS-C画幅嘛 它要比全画幅小一圈 所以在相同的ISO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明显M50 它的噪点水平就要比EOSRP要高一档 所以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错位ISO的对比 也就是说拿EOSRP的ISO6400跟EOS M50的ISO3200比较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看到EOS M50呢 它的噪点水平就跟EOS RP差不多了 好像我们现在使用适马的18-35 它是F1.8光圈嘛 它其实的这个噪点表现呢 基本上相当于EOS RP挂了一个F2.8镜头 在相同的曝光情况下 因为ISO它会高一点嘛 这个噪点水平是差不多的 然后拿索尼的A6400来跟EOS RP比较一下 这样以下犯上 低ISO的情况下呢 可以看到两台相机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6400稍微好一点 但是一旦到了高ISO的话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6400它的解析力 要比EOS RP好很多 虽然说EOS RP在一些比较纯色的部分呢 它的噪点水平看起来比较低 但是呢很有可能是它涂抹的比较厉害 所以说在相同的ISO的情况下 A6400在一个区域的部分 它的解析力呢 反而要比EOS RP还要高一些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因为6400现在的价格只有EOS RP的三分之二 然后我又跟一台二手市场上 现在大概只要3000块钱左右的富士XT20比了一下 可以看到呢 XT20呢 虽然说在高ISO的情况下呢 它的噪点水平感觉会稍微高一些 毕竟它是一个APS-C画幅的相机 但是呢在解析力方面的话 其实跟EOS RP比着的话 半斤八两或者是不相上下 所以说这就非常尴尬了 因为XT20这个价格呢 基本上只相当于EOS RP的三分之一 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并不一定说是全画幅的相机 它一定就会给你带来更高ISO 更好的画面的效果 其实跟CMOS的设计 以及降噪算法 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关系 好照片画质看完了 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 这个拍摄视频方面的功能 那在视频方面的话 这个EOS RP这回真的是属于非常弱的一个性能了 不过到这个视频拍摄模式呢 我之前说过 这个视频拍摄模式 它甚至没有自己自定义模式的功能 所以佳能觉得它应该是 不会被那些重视视频功能的人购买 这个东西有就可以了 其实你从它的性能上 你也可以看到它就是有就可以了 在视频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只有短片自动曝光 以及纯手动曝光 以及HDR短片的功能 就是说它没有像EOS RP一样的 光圈优先 快门优先或者是P档的曝光 这个我之前已经促操过很多次佳能的相机 包括200D 包括80D 包括USM50 都是没有像索尼 就已经很低端的相机都具备的 什么光圈优先 快门优先这样曝光的功能 EOS R的话 把这些功能都补全了 你可以光圈优先 快门优先 结果EOS RP又把这个功能给倒退了 阉割了 我也不清楚 它是因为使用了这个6D2的SIMOS 造成它这个性能 没有办法满足光圈优先 或者是快门优先的拍摄的要求 还是什么情况 反正是就是没有办法 你要不就是使用这种短片自动曝光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什么东西都是自动的 你没有办法做任何选择 或者是使用这个手动曝光 如果你需要相机帮你参与曝光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ISO这边 可以选择自动ISO 也就是模拟一个 这个自动曝光的情况 但是此时你是可以控制光圈和快门的 我觉得还好吧 可以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一些参数 但是如果你想要更高级 更细致的控制的话 这个EOS RP的话 就没有办法满足你 那这回加了这个 所谓的这个HDR的短片的功能 我个人觉得的话 其实没什么用处 首先是你可以看到 切换到这个模式以后 它原本很多的这个数据参数都没有了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是完全自动 你甚至很多的这个设置都没有办法调 你什么颜色什么的白平衡 都没办法调 几乎是全自动的 你甚至连拍摄的这个模式 都没有办法选择 你可以看一下 它只能固定全高清25帧拍摄 所以它可以选择的帧率也不多 同时它在拍摄一些运动 比较快的场景的时候 会明显的出现这种重影 蝶影这种情况 所以说这个画质就比较难以接受了 但是它在大光比的场景下 是可以恢复一些高光的细节的 但是我觉得 为了这些高光的细节 牺牲了其他所有的设置 对焦什么拍摄的模式 是非常非常得不偿失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HDR视频的功能 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吧 其他的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 比如说C-Log 肯定是完全没有的 佳能对于这种Log的东西 绝对都是给一些旗舰级的相机赏 而不是说这种入门级的相机 不太可能会像松下 或者是索尼一样 给你一个3000倍的相机 给你S-Log 给你HRG 怎么可能 这点就大家不要考虑了 输出HDMI信号的话 也是完全没有的 然后拍摄的话 它这个台机器是可以拍摄4K的 但是跟其他的佳能的相机一样 在这个情况下 你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剪裁 并且非常优秀的双核对焦系统 也没有办法用 你只能用一个反差对焦系统 在反差对焦系统的情况下 它的对焦就经常的抽风 拿这个出去拍活动 结果拍摄4K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 抽风抽的不行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用的一个模式 所以我也没指望 用ESRP去拍摄4K的视频 果冻不说的肯定是非常的大 但是非常要命的是 它甚至连他们120帧都没有 这个真是让我完全无法接受 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频模式下 就是没有任何的高速拍摄的选项 然后知道像M50这个机器 它也是可以提供一个所谓的高帧率 你是可以在这种情况下 选择一个720P的 但是是120帧的视频 虽然说此时你没有数码防抖 没有自动对焦 没有音频 但是你起码还是一个有的状态 对吧 在有些情况下 还是能够让你拍摄这样的视频的 结果一台3000块钱相机都有的功能 ESRP竟然没有 真的是想不太通 所以如果你需要拍摄一些升格的视频的话 ESRP是完全没有办法满足的 然后还有一个更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选择的是1080p 25帧或者50帧 此时是不能够选择剪裁模式的 你必须要选择这种1280x720 这个50帧的视频的时候 你才能用剪裁模式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使用APS-C画幅去拍摄的话 你最高只能拍摄 720p50帧的视频 你可以看到这个1080p全部给智慧了 这个我真的是完全想不明白 M50它也是一个APS-C画幅的相机 对吧 它都可以拍摄1080p 60帧 那为什么ESRP在APS-C画幅的模式下 拍不了1080p呢 让人匪夷所思 而且有个什么问题 如果你使用这个转接环 转接佳能EFS卡口的镜头的时候 相机会强制你去使用剪裁模式 你说你是必须限制到720p 60帧的视频 所以可见它的这个视频的性能是 现在所有新发布的全画幅相机里 最差的一台机器 垫底了 就没有比它开更差的一个拍摄视频的性能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 对视频拍摄要求比较高的人的话 ESRP真的是不适合你 如果你在使用这种手动曝光的时候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去调 比如说你的ISO或者是你的光圈的话 你调ISO的话它竟然会跳变 就是噶当噶当噶当变 那不像索尼的相机 索尼相机你调任何的参数的话 它都是可以平滑的过渡 但是ESRP的话 它的这个画面就会跳变 但如果你调整光圈的话 它的画面还是运动的比较平滑的 所以的话这个视频的功能呢 1080p60帧4K有剪裁还有果冻 然后没有120帧 然后API-C画幅下又只能用720帧 真的是没有任何优势 如果你是把它当做一个平时随便拍拍的机器 你觉得1080p60帧足够用了 那这台相机完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但如果你有更高的升格的要求 或者是对4K有要求的话 这个ESRP肯定是完全没有办法满足你的 但是还好是 如果你使用比如像适马18-35这个镜头 因为它是一个第三方的镜头 虽然说它是API-C画幅 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覆盖全画幅的相场 那我也拿过这个镜头 就转接ESRP拍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由于它不会自动切换到API-C画幅 因为18-35它其实在18端的话 会有比较明显的黑边 通过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很轻易的看得出来了 但是此时它的视角 是一个真的全画幅的18毫米的视角 不需要等效API-C画幅 成个1.6的系数 所以如果你拿这个18毫米去做Vlog的话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使用超广角去做Vlog的话 会比较的容易拍摄出你的一个环境 所以因为它是一个全画幅的相机 那你再搭一个18毫米的镜头 它在广角端就是18毫米的视野 只不过它有些黑圈 那么这个黑圈的话 其实是可以消掉的 ESRP的话 这回虽然说它没有机身防抖 但是它也是带了数码防抖 你启用的时候 如果你在18毫米端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个黑边给剪裁一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会少很多 然后如果你使用增强的话 增强的话就是 使用一个更加稳定的数码的防抖的效果 你再看这个画面的话 这个黑边完全就被剪裁掉了 照明现在感觉像是在垂死挣扎 就跟刚才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状态是一样的 与此同时 你可以获得一个非常稳定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只是单手手持 使用的这个18的35 也没有光线防抖 机身也没有CMOS防抖 可以啊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就跟GH5那个差不多吧 对吧 这个增强的数码IS 不仅把这个18的35 在广角端的黑边都给剪裁掉了 还可以给你提供一个非常稳定的画面 这个使用的方式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只不过说 我觉得它不太适合做vlog 因为这个18到35 它确实太重了 我有单手手持过这样的一套组合 做vlog自拍 发现坚持不了多久就失败了 虽然说这个数码防抖 在大部分情况下 工作的都是非常的不错 但是一旦你的画面中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主体 比如说在拍特写的情况下 这个数码防抖系统呢 就会以你画面中 占的比例比较大的这个主体 为目标进行防抖 可以看到呢 即使我的手并没有晃动 但是呢 拍摄的画面呢 会根据被拍摄的主体移动 使画面进行抖动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这个防抖系统的效果就不太好 不过在拍视频的话 它这边有一点 我觉得比较好 就是你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屏幕上的话 它是可以显示 你的录音的电瓶的 ESR550在拍视频的时候 是完全看不出来 你的这个录音的电瓶 所以呢 有时候如果你的麦克风没开 或者是有杂音的话 你是从屏幕上完全看不出来的 你就必须要切换到这个视图 只有在这个视图下 你才能看到这个音频的电瓶 所以不是非常的方便 这点的话 如果你出门做Vlog拍摄的话 不想带耳机监听的话 直接看这个屏幕也是很棒的 但是有一点我要说 就是你看 我现在是使用这个触摸追踪的模式 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界面就没有水平仪显示 但如果我使用单点对焦的话 你可以看到水平仪都出现了 所以嘉能可能会觉得 这种人眼追踪的模式 因为在全画面都需要去显示 这个对焦点 可能这个水平仪会挡住画面 或者是怎么想的 反正就取消掉了 有时候我会觉得比较烦 因为我在出门拍摄的时候 会以这个水平仪为参考 来让自己的相机端的比较平一些 结果如果拍人的时候 人脸识别 它这个水平就没有了 所以界点有点困扰 这回回放照片的话 它解决了一个 我之前吐槽6D2的点 就是如果你通过按键去放大的话 之前6D2是没有办法 放大到对焦点的位置的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用的是人脸识别 人眼识别 你点击右边的这个按键的话 你可以直接放大到人眼的位置 对焦的位置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 你后期去检查对焦点的话 会非常的方便 不需要你去这样双击这个位置 你有可能这个点的位置 不是非常的准确 然后我发现USR的那个问题还是有 比如说你拍摄完一张照片以后 回放嘛 回放如果你立刻放大的话 你会发现它是比较糊的 你退出以后你再进来的话 你再放大 你会发现就比较清晰了 所以看起来好像USRP 也并没有解决之前USR这个问题 这个点是有点困扰的 因为我有时候拍完照片 需要去检查我的对焦点是不是对上 结果每次放大对焦的位置 我还以为我是跑焦了 没想到是因为它回放的时候 它放大以后 没有办法做到最清晰的一个分辨率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但是它这回回放的时候仍然是比较好 就是它提供了这个进度条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像这个视频 我们拍了20分钟对吧 如果你没有进度条的话 你想要去预览某一个片段的时候 你通过这个快进和快退 是非常非常的麻烦的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进度条 你直接拖动 选择你想要回放的这个位置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回放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便利的 我觉得这个功能是非常非常符合人性直觉的 一个必要的功能 松下和索尼的都应该去加这个功能 这么两个拍视频这么好的厂商 结果回放视频的时候 竟然没有进度条 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了 而且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就是即使在这个视频回放的时候 我暂停这个画面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回放的时候 它还是会有高光的闪烁提示 就是会告诉你这块有没有过报 这个好像加能以前的相机都没有吧 我以前没有试过 反正是这回我发现 EOS RP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你检查过报的话还是很方便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比较一下视频的画质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我比较了很多的相机 那么在1080P的画质下 我们跟A73比了一下 跟6400比了一下 跟EOS M50比了一下 这几台相机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1080P下面没有超彩样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其实画质都差不多的 因为毕竟是低感嘛 所以说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A6400的话看起来可能会更差一些 不知道是因为它这个 因为没有超彩样 这个算法的问题还是什么 反正硬盘上这个字机版都看不清 但是如果跟富士的XT20比的话 因为这个1080P有超彩样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的解析力 会要比EOS RP要好 在高S的情况下呢 跟A73比较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EOS RP它的噪点跳动的就非常的厉害 而A73的噪点虽然也有 但是就感觉比较温柔 就不是特别影响画面的画质 尤其是上到ISO12800的时候 这个EOS RP的画质 噪点水平掉得非常的厉害 跟EOS M50比的话 就是很正常的表现 因为APS-C画幅 它比全画幅小一圈 那么噪点水平的话 在相同的ISO的情况下 就会要差一档 如果上到ISO6400 或者12800的时候 APS-C画幅的这个噪点水平 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接受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的噪点 跳动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解析力会因为这些噪点的影响 下降的非常的厉害 甚至这个花的颜色都会有偏色 然后再做一个错位ISO的比较 可以看到EOS RP在ISO6400的情况下 跟EOS M50在ISO3200的情况下 噪点水平差不多 如果你仔细比较的话 会发现EOS M50在错一档ISO以后 还是会稍微差一点 所以说EOS RP它的这个CMOS 要比EOS M50还要更好一些 那么跟A6400比较的话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6400在各个档位的ISO 都要比EOS RP的噪点更少 这就有点丢人了 因为全画幅面积要比APS-C画幅大 所以理论上它的采光 或者是噪点能力应该会更低一些 结果实际比较下来 可以看到它还没有面积更小的画幅 所拍摄出来的ISO高感好 而且A6400在1080P还没有超采样 在这么劣势的情况下 都还没有拼得过人家的噪点水平 可见佳能全画幅的CMOS 在拍摄视频方面的话 甚至还不如友商的APS-C画幅的CMOS 跟富士的XT20比的话就更加明显了 因为XT20在1080P下有超采样 所以你可以非常非常明显的 看到画面中这个花的细节会更多一些 虽然说由于APS-C画幅 XT20它的噪点水平 要显得比EOS RP要高一些 但是由于超采样的高解析力 反而会让画面的观感 要比低噪点的画面看起来更好一些 然后是4K画质比较 你们觉得有必要比吗 我右边已经懒得标出来 这是哪台相机在什么ISO拍了 你可以看到跟任何一台相机比 它的画质都要差很多 所以说EOS RP它在拍摄4K的方面 你可以基本上当做它没有 通过这个画质的对比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EOS RP在视频拍摄的性能方面 不要说跟其他家的全画幅相机比了 甚至连其他家的APS-C画幅的相机都比不过 所以如果你平时对于拍摄视频的画质 有很高的要求的话 这个EOS RP肯定是不适合的 但是呢如果只是一个一般的使用 记录一下家人或者自己日常的生活 对于画质要求不高的话 我个人觉得EOS RP在1080p60帧的画质 是完全可以达标 完全可用的 没有任何的抱怨 好EOS RP的话就讲完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这个RF35毫米微距镜头 这个镜头算是我对这几颗RF镜头最感兴趣的一颗 因为这颗镜头远远比想象中的要小很多 并且呢它提供了一个F1.8的光圈 并且它还是一个微距的镜头 并且它又带防抖 并且它又卖的很便宜 所以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镜头 几个特点加起来的话 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 这回是终于有机会体验了一下这颗镜头 之前我们顾俊老师也是讲过这颗镜头的一些拍摄的体验 但是他那个节目在说这个镜头的时候 那个对焦确实把我给吓到了 就是这个咯啦咯啦响这种感觉 对啊 但是其实我自己用下来的话 觉得这个对焦好像也没有听起来这么恐怖啊 可能是这个声音放得太大 就让你觉得这个对焦很差 但是我平时在用的时候 比如拍人啊 他人其实不是会经常的前后动的 所以呢你在对上焦对过去以后的话 他这个焦点就不太会变了 就像这样一样 所以其实此时的话 这个镜头不会经常这样前后拉风箱 所以这个马达声音你基本上是听不到的 并且如果你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它有可能是优化了这样的一个对焦的算法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你基本上听不到这个马达对焦的声音 所以你必须要实际使用过才能真正完整的去感受一下这个镜头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对焦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其他的方面比如说首先它是一个微距镜头 镜头上写的是macro 但是其实它并不是那种像100V或者是90V那种可以1比1放大的镜头 它只是一个可以拍摄到距离比较近的镜头 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的拍摄的题材已经完全足够了 包括我拿这个镜头出去拍菜 那个菜品其实也真的不用不用就放大率非常非常高 你只要稍微近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镜头也是非常够用的 包括在外面也拍摄一些食物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镜头就拍一些细小的东西还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它作为一个微距镜头的话 实际上焦距是比较短的嘛 那么你比如说拍摄一个同样放大率的东西 你使用这个镜头就比较距离比较近 这时候就是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很可能你离被摄目标会很近 那比如说我们在拍摄这个锅的时候 因为它是在煮嘛 会有这个水汽出来 它就很容易就蒙到这个镜头上面 但是你又要距离很近拍 所以呢为什么比如说拍昆虫 或者拍一些产品的话 它都是使用长焦 因为长焦距离很远 但是又可以获得比较大的放大率 但是这种镜头的话 假如说你在拍摄的时候 那个东西是有一些比较危险 比如说拍摄水花自剑 或者是拍摄这种油漆之类的 肯定不希望东西弄到你的镜头上面嘛 所以的话它也就是比较适合平时 拍摄一些比较安全的环境 不太适合专业的去做一些微距拍摄的活动 而且它这么近的距离 如果你拍摄一些昆虫的话 很容易打扰到它们 它们不理你还好 你比如说拍摄一些蜜蜂 你惹恼它的话还能遮你一下 人家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然后是这个镜头是带防抖的 stabilizer 因为ESRP和ESR都不带极深防抖 所以说这个镜头带一个IS防抖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管你是拍摄视频 还是拍摄照片 它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个非常稳定的画面 这个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功能 这个没什么好讲的 那1.8的光圈 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虚化效果 也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进光量 那么你在一些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画质 然后你的背景虚化效果也比较好 所以你综合下来的话 大光圈又是一个35毫米的人温焦段 又是带光学防抖 而且价格的话 大概也就是3000块钱左右吧 我个人觉得综合这几个的话 这个价位算是很不错了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你既然有这么多好处 那是不是它的这个画质就会比较差 35毫米2的镜头 如果让大家猜的话 大家会觉得哪个画质比较好 我其实也比较意外 我发现这个35RF的话 画质会比较好一些 大家反正可以看照片嘛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呢可以看到这个试码35RF 它其实体积也比较大 重量也比较重 所以其实不太适合挂的这种 比较轻量级的围单上面 那当然我也做了另外一个 比较好玩的测试 比如说跟这个试码18的35 35毫米端比较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做过很多节目 就是说这个APS-C画幅的镜头 可以覆盖全画幅的相场 那么在35毫米端的话 它是基本上没有黑角的 做了一个横屏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个人觉得这个18的35 在光圈全开的情况下 它解析力反而要比这个35RF 要高一些 这个确实是因为APS-C画幅的镜头的话 它其实是为APS-C画幅相机设计的 如果你用在全画幅上的话 它反而会解析力变得更高 因为本来就是为 相苏密度更高的APS-C画幅设计 在遇到相苏密度 比较低的全画幅的 CMOS的时候 这个镜头的解析力 就会自然变高 大家如果想不通的话 回去多想一想 然后我跟A73比较了一下 也是使用相同的18-35RF 你反而会发现 USRP的画质 在低感的情况下 会更好一点 所以也不知道是 A73它的低感画质比较差 还是因为是18-35RF 这个镜头画质太好的原因造成的 然后我又非常作死的 去试了一下这两个镜头 一个是 适马的30毫米F1.4RT 一个是尼康的F1.8G 这两个镜头非常有意思 是它跟18-35RF一样 都是APS-C画幅的镜头 但是这两个镜头 都可以覆盖全画幅相场 这个32RT 我之前做过节目 就是挂了A73拍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它虽然说作为一个APS-C的镜头 但是它可以覆盖全画幅相场 实际上的话 就是从理论上来说的话 它可以拍摄出的虚化效果 以及进光量的话 是跟这个35RT是一样的 但是的话 从体积上面来说的话 你可以看到 就30毫米RT要小很多了 所以说挂起来比较轻松 那我因为买的这颗镜头 是尼康口的 这个主要是为我的尼康Z6买 但是很可惜 Z6没有办法开APS-C画幅的模式 所以我就顺便拿了 D750去比较了一下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因为D750是可以 强制开全画幅模式的 那么然后我就比较了一下这个尼康的AFS35毫米1.8G 这个是那个APS-C画幅的 就是DX的镜头 不是尼康的那个35毫米1.8G FX的镜头 那个镜头比较贵 3000多 我不知道现在大概什么价格 以前我那时候买的时候 大概就800克 这颗镜头虽然体积很小 但是它可以覆盖全画幅相长 我也很好奇 我也比较了一下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RF35 1.8 它提供了这个大光圈以及它的IS防抖 包括它的这个画质的比较 可以看到其实也不差 再加上它的这个体积非常的轻 然后它的价位是3000块钱 其实我觉得搭配像ESRP这样的机身的话 其实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因为它正好体积又比较小 然后带防抖 又是大光圈 就弥补了ESRP的一些短板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搭配起来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大光圈又带微距又带防抖 挂机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么基本上这期节目就讲到这边了 其实也没有讲多少 是因为ESRP跟ESR确实没有很多很大的差别 因为ESR毕竟作为第一台 加能的全画幅相机 我讲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ESRP的话 从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可以看得出来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更轻更小更便宜 功能更少性能更差的一台ESR 但是它的价位 你说各方面都更差 有没有市场呢 当然是有市场 你比如说像我现在用的这个XT30 它跟XT3的定位呢 就是比XT3要低一点 但是它保留了一些核心的性能 ESRP呢 跟ESR比较的话也是 它保留了它核心的这个全画幅 以及优秀的操控 很多的自定义的功能 但是呢去掉了一些加能 觉得不重要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视频的性能 比如说一些更高级的C-log啊 说画质啊 动态范围啊这些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定位 非常精准的机器 因为确实有很多这种全画幅党 就是认准了全画幅的画质 但是他们又不想要很重的机身 就想要一个很轻的机身随身带着 之前这些人呢 都选择索尼的这个全画幅的威丹 对吧 A73 你都不知道我现在出去旅游啊 看那些老叔叔老阿姨啊 带的都是索尼的机器 我真的不想把自己索尼的机器套出来 我有一次出去的时候带的是Z6 我们都围过来看说 哎呀你这个机器好漂亮啊 哎你这个机器是什么牌子的 哎你这个机器是不是也是威丹啊 就感觉自己不太一样啊 就跟老法师群体脱离开了 所以呢 ESRP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比较适合像这种人群的 带出去旅游啊 平时自己拍拍 其实也对于画质啊 对于性能要求不高 但是好用就可以啊 对吧 你要求那么高干嘛呢 毕竟没有超过一万块钱啊 第一台发售价格低于一万块的 全画幅的相机 所以它的市场还是非常大的 佳能很清楚自己什么样的用户 会花钱去买ESRP这台相机 所以这点是很好的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两天发布的相机非常的多 比如说我现在真的用了XT30 比如说前两天刚刚发布的 索尼的A6400 哎呀 我赶紧把最后这段给说完吧 要不然待会又扛不住了 比如说刚刚发布的这个A6400 这台机器呢 相比于A6300来说 它算是贵了一倍啊 但是我之前也做过节目啊 它的主要的这个对焦性能 包括它拍摄这个照片的画质 以及它这个触摸屏 追踪的性能 也可以上翻过来的这个屏幕呢 其实多着两三千块钱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了吧 对于某一些不差钱的用户 我觉得两三千块钱是完全可以处理掉的 对于一些学生党来说没有什么钱 那可能是一笔巨款 但是如果是对于已经有了小孩的父母的话 这个两三千块钱 真的不算是很大的一笔投资了 那么这台相机A6400的话 相比于EOSRP 它有更便宜的价格 但是呢 其他的方面 主要是拍摄视频的方面 它有1080p 120帧 有4K超彩样的 还有什么HLG啊 什么S-Log啊 还有非常优秀的这个对焦系统 这个对焦系统是完全可以追踪到 你的小孩到处乱跑的一个情况 拍运动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EOSRP的话 就完全干不了这个事情 所以呢 就从性能上来说 A6400各方面都是超越EOSRP的 当然如果你非要说 它APS-C就是不如全化幅好 那咱也没办法 但是大家知道 世马出了这些性价比非常高的 1.4光圈的大光圈定焦镜头 对吧 这镜头又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了 相对于富士来说比较便宜了 2000块钱左右 如果大家比较聪明的话 懂等效公圈这个原理的话 如果你不懂的话 欢迎去看我这些视频 去了解一下 那如果算等效公圈的话 你会发现反而搭配这样大光圈的定焦镜头的话 它要EOSRP的性价比要更高 你可以获得相同的照点水平 或者是更好的照点水平 因为如果你拍视频的话 有超彩样 拍照片的话 索尼的动态范围又更好 算等效光圈的话 这个1.4相当于2.0的光圈 那它在这个价位上来说 反而要比EOSRP去搭配RF卡口的镜头 或者甚至是转接EF卡口的镜头 性价比更高 所以呢 如果你确实对于这个拍摄视频的要求非常的高 要什么Log 要什么HLG 要120P 要4K 超台样 同时自己又没什么钱 又觉得这种 试码的1.4三件套非常的香的话 选择A6400的话 会更加的明智一些 甚至是 你现在去选择A6300 也是更加的明智 6300大概也就是3000块钱左右吧 二手 所以综合下来这个性能 肯定是要比EOSRP要好的 但是在一些用户体验 上面比如说菜单 对吧 索尼这个菜单是没有办法触摸的 这点就是比较差 那如果你是对相机玩不转的人的话 EOSRP的操控会更好 但是呢 我们也有一个操控更好的选择了 对不对 如果你也是 这个对性能要求不高的人 但是我又没有那么多钱 8000块钱对于我来说 可能又比较贵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 像EOS M50这样的机器 我之前也出过节目 这台机器的话 现在20市场上不要到3000块钱 你如果去看过我之前的节目 你会发现这个EOS M50 它的各方面的操作 以及性能 其实是跟EOSRP差不多的 只不过是 它是一个APS-C画幅的相机 如果你对于画质 要求没有那么高 不是一定要追求全画幅的话 APS-C的M50 跟EOSRP比的话 也就是相差了一档SO而已 在光线比较好的情况下 或者说光线一般的情况下 拍摄的这个画质 是基本上差不多了 我也比较过这两台相机的画质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差了一档SO而已 所以呢 如果你是确实比较缺钱的话 选择EOS M50是更好的选择 然而 我之前不是专门出过一期节目 讲我们的 维拙的EF EOS M2 转接环 减焦增光转接环 这个转接环呢 中间有个镜片 大家如果不知道 这个什么东西的话 欢迎去看我这个 维拙的 减焦增光转接环的节目 还有实拍 这个东西呢 就是可以 把你的APS-C画幅的M50 给它转换成 相当于全画幅的效果 它只要800块钱 也就是说 一个不到3000块钱的相机 加一个 现在批发的话 应该六七百能够买到 加上这样一个 减焦增光转接环的话 你可以几乎 能够获得EOSRP的一个效果 我之前也是拿 M50 转接减焦增光转接环 转全画幅的2470的镜头 去用啊 拍摄这个视频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这边呢 69 你看估计老师 选了这个门牌号 这是后门吧 我现在在后门下面 怎么搞的 还要走后门 没有后门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为什么选一个69 然后还要进门 还要从后门走 他才前面来问你 那个是谁的后门 收到院子的 需要收到 你这上面没开 对这上面 摄海是吧 对 那是谁的 好好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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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画质也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它的对焦性能 是没有任何损失的 也可以获得 双合对焦系统 非常优秀的 视频对焦的能力 我都只打了两次 我还没过瘾呢 你还要打光是吧 来 来 我们来 别拿绿色 有绿色 不要 不 这是他挑的不够 你什么意思 默认就是绿色 默认就是绿色 你看默认就是绿色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特别特别缺钱 特别特别差了几千块钱 又想要体验全画幅的效果 EOS M50搭配这个维着的减焦增光转据环 现在是性价比最高 成本最低的一套系统 而且它的这个使用体验跟EOS RP是一样的 当然我之前也不是也跟尼康的D750比较过 D750现在价格就稍微比EOS RP的定价低一些 但是呢 通过这个比较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D750它首先是没有相位对焦点的 如果你使用LiveView对焦的话 这个对焦性能是非常非常差 跟EOS RP是完全没法比的 人脸识别 能感受到差别吗 这个分测的是人脸识别功能 对焦很慢 而且它本身就是单反又比较大又比较重 操作又比较的老旧 没有触摸屏 没有加能这种很好的UI设计 如果用起来也是非常的麻烦 如果你用光学去景器的话 还有跑焦的风险 所以如果你这样横向一去比的话 你会发现EOS RP 其实在全画幅的相机上来说的话 它还是有很大的竞争力的 就是对于一般用户来说 一个相机用起来更简单 更易用 更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 它是更重要的 那如果是跟A72去比的话 A72大家都知道 现在大概卖六七千 还有五轴防抖 也有这种相位对焦 你用屏幕取景的话 对焦也很快 也有 我不知道有没有4K拍摄 应该是没有吧 但是呢 A72它没有触摸屏 这个操作系统又比较慢 大家都知道索尼的菜单比较差劲 其实相比于这种带翻转屏 触摸屏 对焦又非常好用的EOS RP来说的话 其实我感觉优势并不是非常大 我个人还是更加推荐一般用户 去买加能的EOS RP 用起来比较简单 讲了好长时间 因为这个XC30一直发热 关机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严重 一直断断续续的在讲 罗里巴索讲了这么多 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EOS RP 在这个价位上的话 确实还是比较符合 大多数用户 对于全画幅 微单相机的一个需求的 首先比较轻比较小 然后操作比较方便 照片直出的效果好 这就够了呀 你还要什么优秀的功能呢 拍摄视频对焦又准 整个界面操作又方便 还要什么自营车呢 很多人他其实就是需要这些功能 就需要这个价位 他转接的时候 性能也比较好 也可以用很多加能很便宜的 EF卡口的镜头 所以其实你可以说 他这个性能很差 视频性能很差 或者连续对焦性能很差 但是有些人 他确实不需要这些性能 需要这些性能 早去买索尼的相机 早去买尼康的相机的 不会在加能这边转用 为什么选择加能 为什么留在加能这边 你去看藏内老师的视频 他很多的视频 都是拿USM50录的 为什么呢 他这么一个复视吹 他为什么老用加能来录制视频 因为加能 他就是 就是好用啊 他就是 就是可以正常工作 因为我之前 用Z6去拍视频 我的辅机是拿M50录的 录一个采访 你放在那 他双合对焦 他就会人脸识别 对焦就非常稳 你就完全很放心的 就觉得他就可以工作完成 你不需要去操心 你像复视还 比如说过热 比如说对焦 这么前后抽风 对吧 你看我拍这么多节目 用的最多的就是 加能的相机去录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录很长的时间 不会发热 不会有任何问题 去阻止你去继续再录 所以就是加能 各方面来说 就是非常靠谱 他虽然没有很拔尖的性能 但是他很多很基础的东西 操控 也使用的体验 以及机身的质量 他的工作过程当中的 稳定性 耐久性 都是非常优秀的 这些东西你很难从我参数来体现出 你比如说我现在录这个XZ30 他发热的现象 你不去录个几个小时的视频 你怎么知道他发热呢 这个东西你能从参数上体验出来吗 你说我这个可以连续录10个小时 不发热 用户不信的 但是用户的人是真的知道 所以为什么加能的相机 可以一直做到市场第一 就是因为呢 真正给别人推荐相机的人 大部分都是推荐加能 因为加能用起来简单 用起来方便 效果最好 最省事情了 否则比如说我给别人推荐一个A640 他找菜单找半天 还得问我在哪里 我就烦死了 我还要做售后 对不对 推荐一个加能 全自动 拍出来一个肤色 他里面要死 对焦对的又准 我就省事 对不对 可以呢 同志们就是加能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奸商 或者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 但是我觉得一个狡诈 他也顺便说明了几家企业 他是非常聪明的 他是非常在乎自己的用户的 他们会真正的知道 会掏钱买相机的用户 他们需要什么东西 所以你愿不愿意 为加能的细心和用心买单呢 还是说你愿意为这些 你可能根本不需要的性能买单 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好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